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在这里去跟大家去聊一下 今天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让我有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想法 那么大家知道我做vlog也做了很久了 也做了好多年 那么其实我一直都是随便去更新自己对于器材呀 对于生活的看法 包括这种聊天废话的vlog也很多 那么今天呢我就看到一个人给我一个视频留言 那个留言呢是关于GH5 然后去拍vlog的一个使用体验 算是一个器材分享吧 然后这个人给我留言 然后巴拉巴拉巴拉的 这个留言不重要 然后呢这个留言让我看到了我的那个视频 我又去回顾了一下我那个视频 然后我想起就是那段时间 可能有小半年的时间 当时是脸上抱了很多痘痘 然后真的是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时期 然后特别是这边应该在视频里面看到应该这边 对 总之呢就是在某一边脸上有一个三角的痘 现在这个痘印好像恢复的不错 但是那个时候呢这个痘就有三个 而且三角是这样 应该这样的 这样点上去的 比较大的三个痘 然后我自己看了之后我也觉得 我当时的心态还挺好的 就是已经抱痘成这个样子了 还去做这些vlog 然后呢我记得还有一期是关于我的朋友从上海过来 然后我们去聊菜丝那个镜头了 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 然后那个时候是刚好这几个痘爆的特别厉害 特别厉害的 就基本上那段时间我媳妇还跟我涂什么面霜啊 或者遮瑕什么之类帮我遮住 然后都没有什么用 然后拍出来就感觉特别的清晰的痘特别的多 然后我就说到菜丝那个就是当时就连遮瑕都遮不住了 没办法 然后就特别红的去跟朋友去聊了好长时间 关于菜丝镜头的一些焦段的使用体验 总之呢那期视频也很受欢迎 很多人就是很关心菜丝 也觉得我的朋友用的呢就非常专业 然后我看到这些视频的之后呢 我要翻了一下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的心态真的是太好了 我怎么能顶着那样的一个脸去给大家去做视频 所以呢这一期Vlog呢就是去跟大家去聊聊 就是嗯其实之前有很多的人私心问我 包括一些up主 当然我的那些订阅我的up主啊 可能都不是特别大的up主 就是一个问题就是他们问我 就是为什么能够去 是非常善意的 问我怎么能够去就露脸去做Vlog 然后非常想要了解我的意见 就是他们要不要去露脸做Vlog 我相信很多人去看Vlog的时候 就是一个高的机会 就是摆弄这个相机 然后讲这个参数什么之类的 也有很多粉丝 然后他们在做Vlog的时候呢 他们看到我就是形象气质不佳 然后就很想问就是 要不要自己也露脸做Vlog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 也有很多其他的朋友们 就是可能要拍生活的啊之类的 他们也会通过私信啊 也有加了微信的去问我 嗯要不要露脸去做Vlog 那么当时我的回答就是说 一定要露脸做Vlog 所以这一期呢 虽然我看我自己老的视频 觉得哎呀有点发麻 是一个影子会想到 那个时候我为什么会这么大胆 但是到今天呢 我还是依旧认为 如果要做Vlog的话呢 一定要露脸去做Vlog 虽然我现在形象 其实还是不加360度死角 但我觉得做Vlog 一定要露脸 而且我也鼓励了这些人 露脸去做Vlog 虽然他们有的做的还可以 有的还是不太行 但至少我看到他们的视频 也都露脸了 这让我觉得非常的好 那么今天呢 我就想聊一下就是 为什么要露脸去做Vlog 其实在做Vlog 包括特别火的那段时间 包括我做很多器材 就有很多人去 非常好心的 非常善意的去提醒我 就是如果我带一个面具 去做Vlog的话呢 那么视频可能会有更多的流量 会有更多的粉丝 因为我的内容还是不错 那么我其实从那个时候 到现在一直都非常感谢 他们的好心 就是觉得我的形象气质的问题呢 会影响我的粉丝 影响我的收入 真的是非常感谢 但是长期的老观众知道呢 就是做Vlog这个钱呢 就是完全就是九牛一毛 对我的自己的薪资相比的话 这个影响真的是不值一提 所以呢 我不会专门去为了流量 为了某个频道 为了某个热点 去把我的粉丝去变得更多 那抛去钱这一点呢 那只是从记录这个角度来说 包括我之前的Vlog也说了 我非常喜欢写博客 写文章 包括做视频 即便没有做Vlog的时候 我也拿手机 可能都是iPhone4 或者更早的机器 我都会拍我们生活的视频 去记录生活 那么对于一个我 天生就有激情去记录 去分享的人来说 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去把脸遮住 先不说流量 或者粉丝或者钱 因为这些都并不是很重要 关键是我觉得要找到自己的 最就是让你坚持 让你有激情去做这件事情的核心 那么我做这件事情的核心 就是我愿意去分享 愿意去记录 愿意去跟大家去讨论 去学习 去得到一些成长 包括我自己在很多 我专业的事情上面 比如说我学计算机 那我喜欢跟人去分享计算机 我觉得在这种分享中 就会产生碰撞 因为你总是会有错误 那么在这个碰撞中 其实你是能学到东西的 我觉得我是喜欢用这种分享 去得到更多的成长 那么你想你的核心 是记录 是分享 那我为什么要把脸遮住呢 就是我十年之后 我看到一个 虽然是我自己 但是把脸遮住的一个 日常生活的分享者 我觉得这样的视频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我觉得这样的视频不是我想要的 所以无论我长得什么样子 无论我到了哪个人生的阶段 无论是头发变得更白了 或者更胖了 或者变瘦了 或者长痘了 包括以后可能会变得更老 就是我都会去真实的去记录它 而且我认为这是Vlog的本质 就是记录 而且我觉得如果Vlog掺杂了太多的商业的物质的 它就会变得不纯粹 我并不是在说纯粹或者不纯粹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很多人要通过这种媒体方式要挣钱 要生活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我觉得平台推荐 有活的视频 搞笑的视频出来 也是没问题的 我反倒是非常感谢他们 因为感谢他们能够养活像我们这样 真的是上传的文件又大 然后内容可能又拖沓 又没多少人看 又很占用带宽和存储的这样一些 做Vlog的 只是为了自己看的这些人们 我其实特别感谢他们 能够养活我们应该这么说 但是我自己会觉得 如果我自己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就不纯粹了 我如果把做Vlog当成一份工作的话 那我现在有更好的工作 我没有必要 所以我反倒是认为做Vlog是我的爱好 只不过 只不过我这个人做事情非常的专注 而且非常的专严 就这几年我做了600多个将近 将近1000个视频 因为还有很多其他的没有上传 包括风景的 单纯来说就是我的爱好 我就是显得淡疼才做这件事情 总之我觉得做Vlog对我来说 我一定要真实真诚 我觉得他才能够达到我的目的 就如果有一天我自己失忆了 或者老年痴呆之类的 回头再看这么多年来 我说的这些话 做的这些事情 我觉得这是真实的我 我觉得可能啊 那个时候的我会觉得 哇我好羡慕这个人说这些话 所以这是我对于我自己的Vlog的要求 所以在这个要求下露脸是必然的 就像我说的我不想过十年之后看到 虽然生活啊 有很多故事啊 有跌宕起伏 但是这个人是戴着一个面具的 另外一点呢 就是为什么我也说服 其他想做这件事情的人 一定要露脸 因为第一我发现 从统计上面来说 虽然我长得不好看 颜值有硬伤 但是我从统计角度来说 我觉得我这个颜值 包括我这么多年的工作中 我觉得很多男生都是这个样子的 没有多少人是完全完美的 虽然我也见到过一些很帅的很完美的人 但多多少少都会有些缺点 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 普罗大众的一个长相 就是丢到人群中 就是可能没有人会觉得很特别 甚至可能还比平均分要差一点 但是我觉得我也遇到过很多非常优秀的人 颜值也不行 所以我觉得颜值这个东西 第一它不能评判你什么东西 而且呢 它也不是差到完全无法接受 这是第一点 我对颜值是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看法 另外一点呢 我觉得颜值它其实是可以 从其他方面去怎么说呢 不能叫弥补 就是至少了解我的观众就是 至少我从小学开始 我都有一直有一种关系 虽然在大学之前那种关系呢 不能叫做男女朋友 但是确实有很多人喜欢跟我玩 而且有很多女生喜欢跟我玩 那么我自己到大学之后呢 我跟我媳妇认识 也是非常简单 我就说你做了女朋友 她说好 我们就一直生活到现在 所以我觉得 在人际交往 在两性关系中 很多很多东西 其实颜值并不是决定性的 当然它可能会加分 但它不是决定性的 相反我觉得一个人的品质 他的真诚 他的世界的看法 他的愿意帮助别人的意愿 他的承担责任的态度和能力 我觉得都是比颜值要加分更多的一项 比如说颜值确实好 可以加十分二十分甚至三十分 但是你真诚诚实 不撒谎 愿意承担责任 他可能是加个一千分 一万分这样的 就他的这个差别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觉得优秀的品质 是更重要的 然后最最最重要一点呢 就是我觉得要自信 就是虽然说我做Vlog 很多人也曾经也骂过我 我还刚才还回顾了视频 大家可以搜一下叫什么 但爱不会 对可以搜到那期Vlog 然后我就发现 其实我那个时候脸还是长得多了 我觉得一看的时候觉得 但是我觉得Vlog做的挺好的 我还蛮喜欢这个人的魅力的 就像很多人会说 喜欢我是因为喜欢我的才华 总之说回来 我觉得人是要自信的 我觉得我自己在生活中 还是一个比较自信的人 就是我想做这件事情 我就要付出很多东西去做它 去得到这个机会 那比如说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到二吧 然后我就去武汉的电脑城 应该是叫广布屯吧 去你们知道怎么做吗 就是一家一家的敲门 去说要不要招一个兼职 或者实习的一个人 然后一家一家敲 一家一家敲 然后直到找到一些那种 一天三四十的这种工作 然后找到了之后呢 就拿这个钱又去买书 然后又学计算机 然后慢慢的到了大三的时候 开始能够做一些个人网站 可以挣一些钱了之后 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好 当然这是另外的分享了 说回来就是说 这件事情其实可以向大家去表达 就是其实我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自信的 虽然我也知道自己颜值不行 但是我觉得 像刚才说的品质很重要 包括我跟我媳妇在一起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 他也说 你肯定不能算那种长得好看的人 对吧 但是我觉得我身上肯定还是有好的品质 去吸引了他 所以自信是一个 可以让你闪闪发光的一个东西 在这一点上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你在工作中遇到一个人 如果他非常自信 非常阳光 非常乐观 无论是谁 都很想要跟他成为朋友 对吧 所以你看我们作为一个up主 我做vlog 我觉得我们用脸 虽然他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张脸 去说出我们的观点 说出我们的生活的时候 我觉得他就是一种自信的表现 虽然他可能 就是结果来看 他卖相确实不好 然后粉丝也确实不多 这是一个事实 但是呢 喜欢你的人 他确实会跟你成为朋友 所以对我来说 我想在vlog中 交往的一些人呢 是那种 长期能够成为朋友的人 就是我说一个梗 比如说我生活中的某个梗 就会有弹幕 或者评论说 哎我知道 包括我再也不买 莱卡相机了 50万 对吧 现金之前再不买 就会有人啊 有弹幕飘过去 就是我希望有这样的朋友出现 而不是说 哎今天我什么鞭炮炸当啊 吃屎了 就有上百万的浏览 然后呢 你怎么样 对其他人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可能就是稍微关注了你一下 哎华里的视频多一点而已 但是对你来说 这只是他的生活的一些解压 或者说调味剂 但成为朋友是很难的 朋友他其实是可以帮助你的 你也可以跟他交流的 虽然在拍vlog 视频这件事情上面 就是我是在这个视频前面的 你们是在视频后的 但是我相信 很多时候我的一个观点 帮助了你 温暖了你 你的生活 你的人生会有点小小的改变 会变得更好 同样 这是我自己的切身感受 很多人的留言 很多人的评论 加了我微信去探讨一些事情 也帮助我改变了很多东西 也帮助我成长了很多 我的生活也慢慢的在 生根发芽变得更好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帮助 虽然我的视频评论的不多 弹幕也很少 然后一键三连的也不多 但是从后台的数据来看 确实有很多老的观众朋友们 就是一直在看 一直在听 就有很多人就把我这种废话 vlog呢 当成是一种播客 然后听了觉得很有意思 但是他肯定不会来专门留个言 什么点个赞啊 或者说一键三连 但是呢 这种关联和这种连接却建立了 可能哪一天 哪个vlog就有人去评论说 你那次说了什么什么东西 觉得很有意思 所以我觉得我想要的就是 这种朋友类型的一个观众 而不是跟风 什么黑我呀 或者粉我 或者是怎么样的 我不希望那样的 或者希望能够有一种 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感觉 但同样呢 我也希望就是 如果你要问我的话 就是做vlog要不要露脸 其实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就是 你在生活中要不要主动站出来 你在上学的时候 要不要主动站出来 你在遇到一个你喜欢的男孩或女孩的时候 你要不要主动站出来 我告诉你就是 自信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人很容易去做后悔的事情 而且很容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因为那件事情而后悔 实话是说 这也是我的个人经验啊 所以某一个时间点吧 开始我就会想 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后悔 所以我不想让那种后悔的事情再发生 虽然人生中依旧还有很多让人后悔的事情啊 但是 我自信起来 我去帮助更多人自信 我会发现 我身上让我后悔的事情也越来越少 帮助过的那些人们呢 他们的后悔的事情也越来越少 有的人他想去申请一个好的学校 他不敢 他问我 有的人想 去做计算机 他觉得他自己不会 没有那个天赋 他问我 我都给他们 我自己觉得相对真诚的意见 当然不一定他最后按照我的意见去做 但是 有几个反馈给我的就是 去说 他们做了自己选择之后 他们没有后悔 他们很开心 自己能走出那一步 有很多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 你只缺乏一点点自信 缺乏一点点鼓励 缺乏一点点走出去的那一刹那的冲动 所以走出那一步 要比你觉得每步每步多么艰难 要更重要一点 当你走出去了之后 很多艰难其实是可以克服的 我相信越来越有人生经验的朋友们 其实一定会知道的 谁的人生没有高低起伏呢 在低谷的时候 其实你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 都能走出来的 所以说了这么多吧 就是这就是为什么 如果你问我 为什么要露脸 做Vlog 难道不怕观众跑吗 长成这个样子 出来吓人 而且像我这样的 也没有多少粉丝 既然还有人咨询我 我还去告诉他们 你们更应该去露脸去做 无论你们长了什么样子 我觉得我在这期的Vlog 很好的解释了这一点 品质 自信 好吧 那这大概就是今天的所有了 那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意见的话 也欢迎在下面去评论 或者给我私信都可以 那么我们今天的Vlog就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